跑步步频组是提不上来 怎么练好像都不太行 给一个像明星的妇女纠正跑姿 怎么练步频都上不来 跑步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 先跑一下来 我看一下 你的步频是因为什么保持不住的 我给你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你在跑步过程中 首先前摆太大了 导致你的摆臂时间很长 就摆臂的周期很长 前后摆的周期越长 那你摆腿的周期就越长 那你的步频就自然变慢了 想要让你的步频保持住呢 第一就是说 你要控制你的前摆 不要让你的前摆超过胸腺 前摆不要太大 这样你的摆臂速度不是就快了吗 摆臂速度越快 你的步频就越快 第二就是说 你要积极的向后拉你的胳膊 向后拉的越快 那你的腿向前拉的就越快 因为这个是对侧发力 就是胳膊向后 腿就会向前 所以说你要 第一呢 不超过胸腺 不要让摆臂周期那么长 第二呢 就是拉的快一点 拉的越快 腿回来的就越快 这种情况下 你的步频自然就快了 靠胳膊去带动你的腿 而不是说是 我一跑步 我叫步频要快 我就赶紧前后交替我的小腿 你的脚前后交替的越快 会很累 它不自然 这种步频可能是保持不住的 好 往前跑一下 跑的时候呢 第一呢 要注意啊 手不要太高 哎 不要接拳头 不要接拳头 哎 半握拳头可以了 手不要超过胸腺 前摆的时候 然后把注意力都放在向后拉 向后拉 向后拉 留意识的向后拉 好 往前走 来 手不要太高 太高了 对 非常好 拉得快一点 向后 非常好 非常好 不要太高 啊